哈喽,今天我是高大厨 高大厨在此 我要拍一个做饭的Vlog 给大家报个菜名 第一个是这个凉拌鞋子 也是我最容易做的一道 然后也是收获了很多好评 然后第二个呢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兴许的技能 叫做处理鲜活小龙虾 没错 听起来非常的可怕 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害怕 但是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我完成了这么坚持的事 然后再来一个煮个汤 我们话不多说 虽然已经说了很多 直接开始吧 OK,现在呢我要先把鞋子蒸上 先拿两个 先切两个 因为我觉得那个 可能会塞不下 那个蒸汤 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容易做的 一个菜系 我们就需要把它 可以切成细 这样就切成三段 然后就切大概 其实可以长一点 然后就说 其实这样完蛋就好了 然后呢就帮我们一段 剪一段 这个感觉有点厚 嗯 可以再来一个 而且它也会缩水 所以我这样就会缩水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 蒸上一个 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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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看这个应该蒸多久就比较合适 我们15分钟左右 就过了 15分钟就过了 15分钟就过了 20分钟 开始 好,在这15分钟内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准备一下它的调料啦 它在调料里面我们可以要放一些 葱蒜、小米辣、辣椒面 然后我们就拿一个我们的搅拌的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搅拌的盆 蒜面先搞点蒜面 这样OK 之前其实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喜欢偷懒 我都直接买那种已经弄好的 这样 拍蒜 这个是不是挡住 我们的视野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偷懒 所以就是自己烤蒜 当然 不这么偷懒 缺又偷懒了吧 也是可以买到蒜神器 每次最神奇的点就是 明明把它那么长一段葱 但是最后 能用的还真不通 这个叫什么灵魂抖辣椒 抖多少算多少 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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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能吃辣的 这我抖它干嘛呢 我这倒人就不得了 这会不会很辣呀 我要把它倒出来一点 感觉有点危险 不太辣了 还是稍悠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来的客人全部都很能吃吧 不能吃也给我硬吃 那我之前 就是给我的每一个调料都贴了那种 一眼就能看得很明显 三勺生抽 三勺生抽 一勺醋 一勺醋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一勺 还有什么 蚝油跟香油 好嘞 一勺蚝油 一勺香油 先下来一勺香油 先下来一勺香油 那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 来感受一下 香嘞 蛮香的比较多 好 这个已经炒了 等一下我们就 等我们的茄子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搅拌它了 这个大盒子里面 就是今天大主角之一 嗨嗨嗨 大家想看 看到是吧 嗯 见识见识 噔噔噔噔噔 看到没有 它们还在动 说实在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真的很害怕 就是我总是怕它们会加到我 但其实我在看那些教学视频的时候 我不放心 嗯 它们也其实就还好啦 最好不要让它们挣脱 呼呼 你们吃的那些小龙虾 就是这么处理的 看到没有 馅了 诶它好像那个 海绵宝宝里面那个 海绵宝宝里面那个 螃蟹老板 好第一步呢 就是要拿这个牙刷 把它的身体 先刷一刷 然后这样切一下 然后上面就是装东西就刷一刷 你看它的钱 我的牙刷 来 我们下一步呢 刷干净以后 我们就要 拉那个丝 怎么拉呢 就是 我们 抓住这个地方 然后 抓住中间这个地方 把它 这样 转 然后 看到没有 它会拉出丝来 这个 这个 我们就要把它抬上一点 然后 这个 然后这个 除掉了以后呢 就是要 剪头 提倡就是说 不杀生的 就是我先到我前 对不起 我也没有想过 就是有一天我会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 这的确就是说 我们 吃小龙虾 必有的步骤 嗯 现在我去拿一个剪刀 最残忍的那一步了 剪头 怎么剪呢 这样子 你就是拿它头部的这个 前面这一块 然后 把它 这样 直接剪下去 然后 剪完以后 剩下的就要拿 水 把它这样 冲一冲 然后 这个黄的这个东西 其实不用怕 它其实是 那个 虾黄 一个有了 我们接下来 继续来 处理其他的想法 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从上面抓 因为它的钳子 也不用怕它钳子 因为它钳子其实夹不到你 你要这样拿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怕从就是 堆里面 可能说你在抓一个的时候 被其他的就是 钳子给夹到的话 首先你可以试着拿那个 手套 对 其实 我想起来 就是一个更 更好的 让你去虾线的方法 因为 可能你 它很容易卷起来嘛 这只虾它很容易卷起来 所以去以免它卷起来 然后 你要在 扒它的那个 尾巴的时候 被它的钳子夹到 嗯 那其实一个 呃 在你刷它的时候 你的 其中的一个手指 就压住它的这个尾巴 这样 你再去弄它的时候 诶 它就 绝不起来了 它不绝起来 它钳子就够不到 没想到 我现在会有一天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还有拍下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陪着我一起 忏悔 是的 你把它们做熬吃脸 就可以 就算鸡的 是的 是的 最后一只 行远 虾虾 OK 完成 好的 处理完这一步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步骤 我们的下一步骤呢 就是 嗯 做小龙虾 嗯 做小龙虾 我在想可以先把我的汤做上 然后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来炒小龙虾 诶 我这个到底是蒸上没蒸上 不会没蒸上吧 哎呀 救命 我今天做的汤其实非常简单 嗯 因为本来我做这个汤都会用虾仁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在做虾了 我就 做虾仁了 我就先摘几片 麻辣菜 我做饭有一个习惯就是 都很亮 除非是跟着菜脯走 我基本上都是 跟着感觉走 哦 我好喜欢吃西红柿 切 薄片 这种时候呢 我们不能少了一个非常灵魂的步骤 那么就是把剩下的西红柿呢 吃掉 嗯 为什么厨师都不说 别做厨师 别做厨师 等回家已经饱了 这个满满当当的 非常健康的 豆腐蔬菜锅 就这样变成 好 我们往里面倒进水 然后就已经开活了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开活了啊 然后我要去准备我的小龙虾了 我们的茄子已经蒸好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它放到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那个酱料里面 然后去开始搅拌 好了 我们先把它放回去 OK 我们的凉菜已经在准备了 已经在冻了 然后我们放 非常非常小的小火 再继续哦 噢 这就是今天我负责的三道菜 这个是麻辣小龙虾 这个是豆腐蔬菜汤 还有非常非常香的凉拌茄子 OK 今天的Vlog呢 就到这里了 品尝呢 就由我的朋友们来 来给评价吧 这些呢 我到时候 音频采访的方式 会透露给大家 然后后续的那个问题 也会在视频结尾给大家透露出来的 好 这期视频 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今天的一位特邀这个品鉴员 这样 大家好 我是千云南少女生 千云白 好 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一种小小的巧合 那我们下面 废话不多说 我来尝尝 西林间做饭 和菜 和汤 好 请品尝 从哪里开始 我先喝口汤吧 好 喝口汤 这是你第一个做饭 是吧 你忘了两年前 我也是给你们做过可乐鸡翅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在北京郊区 我是很久没给你做饭了 但是我也不是很久没做饭了 我最近也是做过饭 尤其是这两道菜 这两道菜我经常做 好 这个小龙虾 谢谢 可以 比我想象中的 嗯 其实我刚刚喝的时候有点疼 因为我看这个汤吧 就是 清汤滑水 我还在想会有没有味道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 就是放盐了 味道适中 好 下面一个 茄子 你最爱的茄子 那是的 全世界都知道 我爱吃 先尝一下 这是你做的 嗯 这都是我做的 嗯 这把我喜欢 嗯 这个我喜欢 浅尝吃虾吧 这感有点像在饭店吃那种洋菜的感觉 好吃 哈哈哈哈 这个虾啊 咱们总是开始要提一些 就是炸的这个成分呢就是很适中刚刚好 但是有一个缺点 它里面没入味 下次 有待提 有待提 吧 好的 谢谢你们家 感谢 收到您的建议 下次一定 做的好 下次不做了 好吃了你做吧 因为马上就被开开 啊 明白了 然后它有入味 OK 下次一定 好 谢谢我们这位美食品见家 那么我们 呃就开放啦 耶 拜拜 还记得在当时还记得这个笔心吗 对 当时我也说过我要拍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 那么 呃 接下来就可以 让大家期待一下 我这个 整套的 所有的我整理出来的东西 那我跟你说 你今天做饭的这个 这个还有 我带了东西来 不是空手啊 你猜是什么 哦 买的 然后 我带了四个过来 你可以 我们就今天 先天赏 然后到时候 也是平衡期抽点 新鲜啊 好 这次做饭Vlog呢 我将会 给四位信任儿 送出我 青鲜的 男人装 杂志 所以 认真的看我的Vlog 然后 回答一个问题 期待一下吧